畫龍點睛 張曾堯是一位很出名的畫家 有一天 他去到金陵的安樂寺畫龍 周圍的人知道張曾堯會來到安樂寺 在牆上畫龍 大家都走過來圍著他 很專心去看著他畫畫 直到四條龍差不多畫完了 但他們發覺每條龍都沒有眼睛 他們就問張曾堯 究竟為什麼四條龍都沒有眼睛 張曾堯就這樣答 如果我把龍加上眼睛 他們就會具有生命 他們就會馬上飛走了 大家都不相信張曾堯說的 怎麼會有這樣的 都是一幅畫 怎麼會加上眼睛 那些龍會飛走的 張曾堯聽到人這樣說 於是他就小心翼翼 為其中兩條龍點上眼睛 就在這個時候 忽然雷雨交加 大家看到兩條龍很快飛上天 剩下兩條龍在牆上 而這兩條龍還未被點上眼睛 這個時候大家都感到驚訝 到讚嘆張曾堯畫畫的技法補過命 他們都不知道 他們有看過 剛才的夢想 這次有些人 是 在這次的夢想 在這次的夢想 人物 這次發生 那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